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个非常有趣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一场IT故障引发了全球性荡机 影响了多个国家的超市银行和机场运作 包括德国英国美国等地 Crowdstrike的首席执行官库尔茨表示 问题已经被识别病正在修复 但某些系统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恢复 接着我们来看看台湾最新的民调 根据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调查 近60%的台湾居民认为 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在过去几年有所增加 这项调查还显示台湾人对美国的信任度提高了 而对中国的信任度则大幅降低 这些数据显示出台湾居民 对当前国际局势的看法和担忧 最后我们关注到中国的经济动态 中共三中全会结束后 中国官员承认经济恢复还不够强劲 面临着有效需求不足和地方财政困难等挑战 虽然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未来的发展目标 但具体措施尚未明确 这也让一些分析师感到失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超市关闭 航班取消 一场IT故障引发全球性荡机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本周五早晨7月19日 技术问题导致多个国家的一众机构陷入瘫痪 尤其是银行还有各地机场出现大规模运行问题 受到影响的国家包括德国 英国 荷兰 瑞士 美国 印度 和澳大利亚 在德国有超市一度关闭 而暑假期间一场忙碌的机场也一度陷入瘫痪 网络安全软件公司 Crowdstrike首席执行官库尔茨 George Kurtz 接受美国广播公司NBC采访时候 就该公司内容更新出现问题 导致全球性故障 表示道歉 他说 故障已被识别 并且已着手修复 但 某些系统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才能恢复运行 早些时候 他曾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表示 由于为Windows主机准备的一次内容更新中 存在缺陷 Crowdstrike正在积极地与受到影响的客户合作 Mac和Linux主机不受影响 这不是安全事件或网络攻击 问题已被识别 隔离 并已部署修复方案 这次 IT故障在全球各地 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航空公司 机场 超市各个领域都受到影响 德国汉沙航空公司 Lufthansa 旗下的廉价航空公司 Eurowins表示 其德国境内航班 以及往返英国的航班 至少暂停 至当天下午三点 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 预计全天都会有航班延误和取消 杜塞尔多夫 科隆和纽伦堡的机场 都出现了运行问题 西班牙 瑞士和美国的空中交通 也遭到波及 300多家超市暂停营业 由于技术问题 德国连锁超市特好超市 Tagat 不得不暂时关闭300多家门店 该公司发言人表示 由于收银系统无法正常工作 作为预防措施 公司本周五上午 关闭了所有门店 目前在德国受影响的 还有金融行业 大众银行 Folks Bank 和储蓄银行 Sparkerson 德意志银行 安联保险 还有一些医院的运营 也受到干扰 世界各地的许多机场 和航空公司 都受到了周五航班中断的影响 许多航班延误或取消 美国大型航空公司 美国航空 American Airlines 表示 IT问题导致其所有飞机 一度停飞 该公司正在恢复航班 故障发生在美国的夜间 技术故障的影响范围有限 路透社 美联社 法新社等 Copyright 2024年 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 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 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台湾民调 台湾居民认为 中国威胁持续增长 美国之音中文网 最新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 近60%的台湾居民表示 过去几年 中国对台湾的威胁 有其增加 这项调查 是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进行的 调查评估了台湾居民 对美国的看法 以及他们对中国 对地区和平 与稳定的威胁 日益增长的看法 台湾中央研究院 欧美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李宇棠 周四在 华盛顿智库战略 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的小组讨论上 对这项调查的主题 进行了说明 李宇棠说 这次调查 涉及的主题很广泛 其中包括美国的信誉 这种信誉的演变 中国威胁 以及台湾受访者 如何解读美国 和中国发出的信号 华盛顿智库战略 与国际研究中心 中国项目主任 球德·布兰切特 Jude Blanchett 主持了一场视频小组讨论 布兰切特指出 这项调查的时机 非常重要 布兰切特说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 台湾对全球供应链 和印太地区整体防御 都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对美国来说 这项年度调查 共有37个问题 受访者为1236名台湾人 今年调查的一个重要发现 是台湾居民 对中国和美国的 可信度看法不一 调查显示 台湾人对美国的可信度 提高了7.2个百分点 为41.2% 而去年的数字是34% 李宇棠表示 台湾人对美国的 可信度的看法 在2023年至2024年之间 大幅度提升 台湾东吴大学 心理学副教授潘欣欣表示 调查发现 人们对中国可信度的信心 大大降低了 潘欣欣在小组发言中表示 绝大多数台湾人认为 中国是不可信的 这种趋势 在过去四年中 非常一致和稳定 只有约10%的台湾人 相信中国是可信的 可信一词的定义是 言出必行 换句话说 就是言行一致 潘不充道 这次调查 就美国的对台政策的四个方面 询问了受访者的看法 其中包括总统承诺 军售 海空巡逻 以及国际参与 调查要求受访者 对这四种政策中 哪一项最能够透露出 美国会出兵 保卫台湾的信号 在这四个方面 发出的信号中 71.2%的台湾居民认为 美国的海空巡逻 会显著增加 或提高美国的可信度 这是接受调查的 四个信号中 比例最高的 其他几项的得分的是 总统承诺 60.3% 军售 62.9% 国际参与度 为63.2% 目前 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 国际支持者 和武器供应国 但双方没有正式外交关系 不过 依据美国1979年 美国国会通过的 台湾关系法 美国有义务 给台湾提供防御 所需要的武器 自从1949年以来 台湾与中国大陆 一直处于分离分治的状态 北京将台湾视为中国领土 并不断向民主治理的台湾 施加军事压力 要台湾接受 中国的主权要求 这次调查显示 有80.6%的台湾居民认为 台湾和中国不属于同一国家 只有13.6%的受访者认为 两岸同属一国 调查提出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 是关于正在进行的 美国总统选举 潘欣欣强调 这次选举对美台关系的走向 将会产生影响 相对拜登政府 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台湾对美国是否会出兵 保卫台湾问题的看法 将会分歧很大 李宇棠说 说到特朗普第二届政府的影响 关于美国支持台湾的总趋势 向何方发展 人们的看法不一 他说 但人们确实有看法 几乎没有人认为 美国的政策 会大致沿着拜登政府的 对台政策方向继续下去 特朗普在本周早些时候 对彭博社表示 他对美国在台湾方面的军事开支 和台湾的半导体芯片行业的担忧 台湾行政院院长 卓隆泰周三回应称 台湾应该为防务付出更多费用 台湾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 德语媒体 习近平是改革家的理论上的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难得意志报题为 刹车的改革热情的 文章写到 北京举行中共三中全会之际 官方新华社发表 改革家习近平的 长文将习近平与邓小平相提并论 如今此文在中国互联网上已经消失 文章写到 这不足为怪 因为按照约370名中共中央委员 秘密制定的决策 公开的极少内容 未来五年经济政策不会有深刻的变化 习近平是改革家 周四闭幕的三中全会的公报来看 恐怕这次不是 而其实有很多急需应对的问题 文章引述 曾任德国及欧洲在华商会主席的伍德克 Yerk Watt说 中国的经济环境十分困难 住房严重过剩 社会老龄化 地方债台高筑 以及与美国的对抗 此外 新冠悲剧终结后 经济未能实现复苏 无论农村还是城市民众 都感到不满和不安 消费者不花钱 企业家想方设法向海外转移资金 文章引述伍德克说 在税收体系上需要改革 让地方政府 无需靠卖地支付财政 内部市场需要破除 省计之间的保护主义 而严重产能过剩 则加剧了这一情况 此外 还需要全国范围内运作的就业市场 相互融合的能源网络 以吸纳急速扩建的可再生能源 然而 这些具体问题 在公报中仅有非常笼统的概述 文章写道 伍德克等一些专家 在会前急压低 会有重大路线变化的期待 文章引述伍德克说 他认为原因是 习近平在2013年的首次三中全会上 吃过苦头 当时 习引入市场自由化 其中对股市的扶持 引发2015年的股灾 对资本的管制放松后 中国企业在海外进行投机性收购 部分导致数十亿计的损失 此后 习近平重新收紧了党对经济的控制 理论上的改革家 新苏黎世报题尾 习近平是改革家 理论上的文章 写道 中央委员会周四发表的公报 充满了马克思主义政党语言 以及繁琐的概念 发出的信号是连续性 习近平过去近12年 如何领导这个国家 将继续下去 文章写道 习近平不是邓小平 后者让市场自由化 向外国投资者开放中国 而习近平之下 自由减少 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增加 许多人 视他为反改革人物 当今中国面对的经济 和社会问题的始作俑者 然而 这是过于简单化了 许多中国的问题 是结构性的 要追溯到邓小平掌权的时期 邓之下 经济的迅速增长 让数百万人脱离贫困 进入中产 然而一部分人变得非常富有 其他人则两手空空 增长的年份里 卖地 搞房地产和基建 能赚到大钱 让政府和国企的贪腐更严重 文章也写道 席任下提出新制生产力 这意味着增长不再不计代价 而是要有可持续的增长前景 以及战略重要性 最重要的是安全 法兰克福汇报提为罪 重要的是安全 的文章写道 初提到新 制生产力 Y 公报16次提及安全的字眼 相比较而言 2013年三中全会 仅提到六次 如今 公报强调维护 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加强管控 以及有力 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 文章写道 预期接下来一段时间 党还将发布其他公报 包含更具体的决议 和可能的改革措施 已宣布要改革的领域 包括国家安全体系 金融 财税 以及社会保障体系 这边自其他媒体的内容 不代表德国之声的立场 或观点 Copyright 2024年 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 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 都将导致追场 并受到刑事追究 三中全会新闻发布会 中国官员承认 经济恢复还不够强劲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三中全会结束后 举行的中共中央新闻发布会上 负责财政和经济政策规划的 中央财办副主任韩文秀强调 中国经济总体向好 符合预期 但同时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 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 一些企业经营困难 一些地方财政困难 表明我国经济恢复还不够强劲 不同地区 行业 企业之间存在分化现象 韩文秀在谈到当前地方财政 困境时表示 要增加地方自主财力 拓展地方税源 提升市县 财力同市全相匹配程度 适当加强中央市权 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 不得违规要求 地方安排配套资金 总体向好 但面临挑战 根据中国官方提供的数据 中国地方政府 面临着5.6万亿的债务负担 迟迟得不到缓解的地方 债务问题 引起了人们对中国经济 稳定性的广泛担忧 韩文秀的上述表态 显然是为了缓解人们的担忧 但他并没有说明 政府将会为改善中央 和地方政府的财税关系 采取哪些具体措施 今年4月 惠玉 Fage下调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展望 理由是 政府债务急剧增高 预计今年将达到 国民生产总值的61.3% 过去多年以来 房地产市场 一直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但目前 几家房地产龙头企业 都已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 而难以自拔 本周初 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 第二季度 中国经济实现了4.7%的增长 这也是2023年 解除清零政策以来 最低的经济增幅 此前 中国政府给出的 今年经济增长目标为 5%远低于过去数十年来的 中国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 复杂的挑战和矛盾 为期四天的闭门会议后 发表的公告中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领导层 给出了一系列今后的发展目标 从促进工业现代化 到扩大内需 从刺激经济增长 到遏制债务风险 但公报中 并没有给出 实现上述目标的具体措施 周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中共官员也坦承 中国未来发展面临 复杂挑战和矛盾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 副主任唐方玉对媒体表示 改革越是向纵深推进 触及的利益矛盾 越是复杂尖锐 硬骨头越难啃 每前进一步都不容易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目前面临着一系列 亟待解决的问题 房地产危机 内需低迷 人口老龄化 以及青年人就业难等等 而在地缘政治领域 中国同西方国家的矛盾 也在日益凸显 接受路透社采访的分析师 普遍对此次三中全会的结果 感到失望 因为三中全会公报透露的信息显示 中共将会继续延续现有政策 法国NATIX银行亚太区首席 经济学家埃雷罗 Alisha Garcia表示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一如既往的产业政策 一切都照旧 没有提出新的发展方向 没有提出以消费促增长 也没有强调市场的力量 毫无新意 真的令人失望 德新社 法新社 路透社 Copyright 2024年 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 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 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台湾新外长林嘉龙 台湾国防必须靠自己 美国之音中文网 台湾外交部长林嘉龙 星期五 7月19日 表示 台湾面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威胁 国防必须要靠自己 林嘉龙是在台北举行的 他上任后 首场国际记者会上 做上述表示的 他的这一发言 被广泛视为 对美国共和党籍总统候选人 唐纳德 特朗普 Donald Trump 最近有关台湾 需要向美国缴纳保护费 才能让美国协方台湾说法的反应 刚刚获得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正是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特朗普 最近在接受彭博社商业周刊采访中 谈到美国是否会保卫台湾问题时 指责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产业 并且明确表示 要美国保护 台湾应该付钱 特朗普的说法 引起包括美国共和党内挺台人士的震惊 也引起台湾舆论哗然 林嘉龙在记者会上指出 台北非常严肃地看待 特朗普最新的涉台发言 人人都认为中国是威胁 法新社引述林嘉龙的话说 至于国防的问题 我们必须依赖自己 林嘉龙又说 他特别指出 台湾的国防预算 在八年之间 已经从国内生产总值 GDP占比2%增加到2.5% 我预计国防预算还会持续增加 林嘉龙说 他强调 台湾的国防预算 不仅仅花销在武器采购上 而且也用于推动军事改革 台海两岸同文同种 但是自1949年起 便分离分治 互不隶属 北京当局坚持拥有对台湾的主权 而且即使诉诸武力 也要实现两岸的统一 台湾的民进党政府 则坚持认为 台湾的未来 只能由其2300万人民自行决定 近年来 两岸关系持续紧张 中国军方不仅常态化 在台湾周边海空域 举行军事演习 或战备警询 而且还不断派遣基建 逾越两岸之间传统的 非正式界线 及台湾海峡中线 在北京强化对台湾的军事压力 和恫吓的同时 与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美国 也逐步加大与台湾的军事安全合作 大幅增加对台湾的武器出口 美国国会不久前还投票播出巨款 用于对台湾以及印太地区盟友的军援 特朗普本人 上一次在当选美国总统后 不仅破天荒 与台湾当时的总统蔡英文通了电话 而且在入主白宫后 也一直力挺台湾 持续对台军售 但是特朗普毕竟是一位商人出身的总统 外界特别担心 他会拿台湾做筹码 跟北京进行利益交换 特朗普最近的言论 更加剧了外界在这方面的猜忌 根据美国军方高级将领的预测 中国解放军 按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命令 很可能于2027年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之际 做好入侵台湾的战争准备 当林嘉龙被问及习近平 入侵台湾的时间表问题时 林嘉龙表示 有关入侵台湾时间表的议论 其实是中国对台任之作战的一部分 我们希望习近平每天醒来 即使他思想上有一个时间表 他还是会说 不是今天 林嘉龙指出 我们不能受他的操控 但是我们必须向他展示 我们的决心和能力 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夫仲去世 享年80岁 美国之音中文网 越南官媒体周五 7月19日宣布 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夫仲去世 享年80岁 阮夫仲在这个越南权力最大的职务上 工作了十多年 越南官媒 引用阮夫仲医疗团队的说法 阮夫仲是在周五凌晨去世的 越南共产党曾在周四宣布 阮夫仲需要接受治疗 他的职务由越南国家主席苏林接任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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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